小燕哥 我請問你一件事 你覺得一對情侶分手多久 就可以各自找一個新的伴 這個多久 這個很難說 可是我聽人家說 要擺出失戀最好的方法就是 立刻展開一段新的戀情 立刻展開怎麼可能 那肯定是說你還沒有分手前 你就跟對方有曖昧 你才有辦法 這個帽子不要往我們男人的身上扣 因為你也知道緣分這個事情 沒有 我是往你身上扣 因為緣分這個事情 是很難說的 有時候遠在天邊 近在眼前 她昨天就遇到了 那兩個人就在一起了 對不對 我會想到就 傳送中的無縫接軌 對 小梁哥 是 男人很奇怪 怎麼了 自己怕麻煩 出門的時候總喜歡把自己的東西 放在女生的包包裡面 為什麼 為什麼 我們一個大男人出門拿個包好看嗎 而且我們就手機跟錢包對不對 你那個名貴的名牌包包 這麼大一個 我們借放一下有什麼關係呢 再怎麼名貴也是我自己買的 為什麼要擺你們的東西啊 不是 你們就是小心眼好不好 放一點我們東西會怎麼樣呢 對不對 出去逛街 最後你那個包包還不是我背 買的東西還不是我提 哪一次有放過我們的 沒有 沒有 找我東西 我覺得今天有加重的感覺喔 不錯喔 真的兩下 我們幫女性朋友提包包 本來不行 是 對不對 看買什麼東西 沒有關係買 不是啊 你們既然可以提包包 為什麼不再自己背一個包包不就好了嗎 不是難看 我跟你講 難你難看你背個後背包 我跟你講 我們男人就那幾個包對不對 以前霹靂腰包 你們現在說香土 對不對 然後我們這邊夾個包包 你又說糊臭包 那我們男人到底要用什麼包 我們乾脆不用嘛 你可以掛前面喔 掛在前面 是好看嗎 好像發傳單的一樣對不對 怎麼樣你看不起發傳單的 發傳單的朋友們 你們真的好辛苦喔 今天天氣好冷下雨 就穿一點好嗎 喝一點熱開水帶個溫水瓶 太強了 你太舒緯耶 夏良哥 你最近怪怪的 該怎麼說 我看你每一場錄完影之後 就跑到休息室裡面 開始看著手機有鬼喔 你不知道現在手機多好玩 裡面有很多修圖的軟體啊 看你要化成五妹娘啊 還是化成左邊啊 如花公 少在那邊 你不用講我 那時候你有問題 然後有男生 會有這種軟體 然後躲在休息室 一直看手機 是 我跟你講 這裡面一定是有 你新認識的女生的電話號碼 要不然 就是下載愛情動作片 對不對 有夢多的喔 我真的很不懂 怎麼樣 感情是需要經營的 你不想想看 你們偶爾在手機裡面 發到一些新的人的電話號碼 或者是說 你們在我們的低潮 發現一些新的影片 或者是你們在打掃的時候 找到一些 找到這些東西 你不覺得 生活上面有很多的小確幸嗎 這顆粒越來越大 你看我們這個 蛤 小郎哥 怪了喔 你看我們佈置得這麼好 但男人就是這麼的奇怪 怎麼樣都不願意 好好過過情人節 不是過情人節有什麼意義嗎 情人節你仔細想想看 一樣都是要 不是都一樣嗎 不一樣 你情人節就要講一些浪漫的話 忠元節會嗎 會 我跟妳報告一下 因為忠元節 是講 那我們情人節 是講 這不是一樣嗎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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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怕